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講到健康 這個今年冬天 這個冷封面 只要一下來 你會發現 早晚溫差真的很大 常常大到一二十度 其實溫度骤降的時候 身體裡頭各式各樣的 這個熱脹冷縮的問題 特別是心血管的疾病 很多時候就會發生 那溫差特別大的時候 以及低溫的時候 怎麼樣做好身體的健康跟保養呢 待會兒這一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好 今天我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江守山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心臟內科的醫生好朋友 林衛文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心臟代謝科的醫生好朋友 謝孟璇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中醫師的醫生好朋友 陳曉軒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秋香老師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黃琴濃師傅 大家好 好 我先請教江醫師 其實這幾天溫度常常 這一個隨著冷風下來 就一波比一波低 那你說其實低溫 如果穩定不可怕 比較麻煩的是溫差很大 因為有的時候 早上的溫度可能十度以下 可是中午有太陽的時候 他可能拉到二十度 溫差一大的時候 有些人的身體並不一定有那麼有彈性的調節能力 沒錯 人是一個恆溫動物 恆溫動物有一些優點 不過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其實我們適應溫度的變化 我們事實上是常常會來不及 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才四十幾歲 那他有高血壓 控制不錯 那糖尿病也控制不錯 然後有一年他就到山上去登山 然後他在半路上的那種登山的山莊裡面 他就因為溫度晚上 因為山上可能降得更快 山上溫度很低 結果他突然降下來 然後他就胸痛 那他們有聯絡的方法 就趕快聯絡山下 那因為那個還是有一定高度 那個救援隊要上去 又要花時間 救援的人要上去不方便 那如果生病的人要下來也不方便 那時候天氣又不夠好 所以直升機沒辦法掉過 就要靠那個山清要上去救他 結果人到的時候他就走掉了 所以事實上溫度低 你可以看台灣做過的研究 以台北做的研究 1999年到2008年 這個十年的數據 如果溫度降十度下來 兩個禮拜之內 含流相關的死亡 像心臟病等等 會增加36% 那你會覺得這個數據 到底好或不好 你看另外一個地方 香港 香港跟我們的溫度中位數是一樣的 我們18.8 他18.9 大概差不多 因為他比較難一點點 他掉十度之後 他兩週的死亡率增加45% 這個也是我們的醫療成就 真的 因為其實表示台灣的醫療比較普及 而且便利而效率 迅速對不對 尤其像這種急症 你就是很快的速度 那另外有個數據跟我們講說 溫度每次掉一度C 他的心血管的這個發作的機會 會增加2.6% 所以這個代表我們人這種恆溫動物 其實對適應溫度 其實不是很厲害 那給大家看一看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冷熱 只要你適應都沒有問題 最怕的是溫差的問題 那溫度降低的時候 你沒有想像說 所有的暴露在外面的部位 血管就要馬上收縮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血管一收縮 你心臟要把血推出去 你要發的能量就更大 那就會承受到一定的壓力 所以的心血管病面就會增加 然後同時最出名的 就是腦血管病面也會增加 那哪些人會特別容易碰到這種事呢 其實就是固定的那些 比較心血管疾病發作的高峰群 像很老的人 我們也知道老的人 大概八十五歲以上 其實不容易死於癌症 因為八十五歲以上 該得癌症就早就得癌症 可是他那個血管 就跟老的水管一樣 他用久還是會慢慢晒 硬化了 脆化了 所以老人就是一個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是煙腔 吸煙本身會破壞血管 這個大概沒有人有疑問這一點 然後太胖的人 這也是個問題 那少數的人是因為他家族 遺傳比較不好 或者他家族群聚性 吃東西很髒 比如老是吃這些什麼炸的烤的東西 這種人也會容易因為溫度變動 然後心血管疾病就發作 那我請教李醫師 李醫師是這個急診室的醫生 確實只要溫度一低或者溫差一大 你的門診數量或者病人數量立刻有變化 最近有氣象學家有特別警告 今年可能是最冷的冬天 只要聽到這個新聞 我們都會繃緊神經全員備戰 因為過往的經驗 其實在冬天的時候 溫差變化劇烈的時候 的確很多猝死或心血管疾病發生 發生的人會非常的多 而且又特別的嚴重 那我記得之前有一個五十多歲的 一個年輕的男性 對我們來說算很年輕 那基本上他本身有抽菸跟高血壓的病史 那最近他胸悶胸痛 有一天早上起來 因為那一天溫度特別低 就是在上個月的時候 突然降溫的那一天 他溫度特別低 特別低的時候 他覺得胸悶喘不過起來 胸口有點開始微痛 那他一開始 當然是男生都很喜歡忍 那就是說我就忍一下 我就休息一下就好了 結果過了中午的時候 奇怪症狀怎麼沒有改善 到下午越來越嚴重 那家人覺得他不太對勁 趕快把他送來醫院 那送來醫院 我們在急診室就幫他檢查 哇他的心臟的 這個心臟的心肌酵素高達一萬二 那等一下剛剛講 為什麼一開始心肌梗塞 如果是嚴重心肌梗塞 不會一下爬這麼高 他一定是忍了一段時間 心臟受損到一定程度 心肌酵素才會飆得這麼高 那他的心電圖發現 他的下臂的心肌梗塞很嚴重 他心臟只有四十下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是右邊的血管 所以阻塞的話 他可能會影響到他的心跳 所以我們發現說 他是有防止傳導阻斷 加上他因為心跳太慢 所以他造成心一心的休克 那當下趕快就是 聯絡心臟科醫師 心臟科醫師進去看了 就把他看了 就又冠狀動漫的前段的地方 完全阻塞 完全阻塞的時候 我們看到血栓很多 他的這個心肌梗塞 他其實如果最嚴重的心肌梗塞 完全阻塞的時候 就像我們這個 大雨過後的山崩土石流一樣 其實非常危險 整條血栓都是發炎 而且都很多血栓 所以我們不停地去抽他的血栓 都抽不乾淨 一直抽一直抽 他血流有點下去 這時候你會發現說 他的這個心跳 有點慢慢回升 血液慢慢回升 就代表他通了 打通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後來放了一支架 把他打通之後 結果他的慢慢就比較穩定 比較改善 所以常常要奉勸民眾 在天氣冷的時候 也要五種的心血管疾病 發生特別小 第一個就是大家剛提到的 就是心肌梗塞 這最常見 容易造人猝死 第二個就是心臟衰竭 最近也收治了 非常多心臟會衰竭的病人 那第三個就是狹心症 就是我常常會覺得 在冬天的時候 會喘不過氣 尤其天氣突然變冷的時候 這胸悶很不舒服 這種就是狹心症 那第四個是 就是年輕人會比較常見 就是二肩半脫水發生 我們常常在很多 免診的病人 看到比較年輕人 他們沒有什麼心血管疾病史 都覺得很多胸悶 那做超音波 發現說二肩半脫水 然後最近因為天氣冷 這個外界給他身體一個壓力 所以他這個二肩半脫水 症狀變得比較嚴重 然後最後一項就是 周邊血管疾病 這常常會有人去忽略他 基本上就是有些三高的病人 或是本身有血管疾病的病人 在冬天的時候 特別容易手腳冰冷 然後發脂 這種可能本身就有潛在劍的 周邊血管阻塞 那我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最近的幾個病例 心肌梗塞 其實我們都知道 這條血管 那左邊的那個箭頭指的地方 這個就是部分阻塞的心肌梗塞 通常他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那經過治療之後 他你看右邊的這個 他已經打通了 血管就比較不錯 那最最麻煩的 最可怕的 就是整個完全阻塞 這嚴重的心肌梗塞 你這張圖 左邊有好幾個阻塞的地方 它是整條血管 就是左前降之 我們看到這個箭頭筆的地方 它是有很多斷的阻塞 它是整條幾乎從頭到尾 就整個都不見了 那從頭到尾都要打通 還是都要裝支架 他可能斷點在前面的地方 我們在找到那個斷點的時候 把它打通之後 它血流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整條血管就會出現 所以它的真正嚴重阻塞的地方 是在前段的地方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會在前段就直接把它 用汽油擴張之後 然後放了支架 它整個血流就可以衝下去 可是其實在心肌梗塞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危險 因為這樣的一個心肌梗塞 有可能會造成猝死 所以真的天氣冷 真的要小心 平常也要保養這個血管 所以我們秋香老師 要出來分享一個 這個冷天可以養生 山高也可以吃的好料理 而且今天要燒 當令的芥菜烏骨雞 是 那現在的芥菜真的是很好吃 那我們就是比較多 如果很貴的時候就連葉子吃 如果稍微便宜一點就會只有吃掛菜心 那我今天把它煮烏骨雞 這個是高湯嗎 對 就是它的雞角 因為你要先煮一下 然後就把這個芥菜就加進來 好 那一個是雞角的 簡單的雞高湯了 那我們現在有這個芥菜要下去 芥菜放下來 那芥菜呢 如果我們要煮讓它甘甜好吃的話 就是放韓籍 地瓜 或者是放南瓜 放一些澱粉類的東西 它就會比較不會那麼的苦澀 那因為它蠻吃油的 所以它跟雞湯搭 因為雞湯有的時候 一頓就是油都浮出來 是 好 那我們就不要放太多 像這個呢 我自己在家裡 我就直接放在爐子上 就邊吃邊加 你會分批是嗎 這樣才不會煮到太老 對對對 然後加一點南瓜 南瓜跟地瓜 其實這個季節 也很適合山高的患者 是 因為他們如果吃 那個金枝白米飯的話 就是會糖分可能會增加 那你可以吃 這一陣子的南瓜 也非常 也很好吃 好 那我還會加什麼 我們這個是南瓜切片 這個 栗子南瓜 栗子南瓜 所以它那個皮 它那個殼 外殼還是綠色的 栗子南瓜就是皮好吃 但是脂不好吃 那一般傳統南瓜呢 它的脂很好吃 可是皮不好吃 那這就是馬蹄 這是降血壓的一個好食材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段木香菇 這花蓮的段木香菇 我今天也帶一些就是 我們本地的花蓮的農產品下來 我們今天就是這個香菇 是事先泡的 那所以我們的雞湯其實就會清爽很多 因為我們搭配了很多膳食纖維跟蔬菜 是 那蛤蜊跟金枝就待會再加 好 那我們的烏骨雞 烏骨雞我要炒一下 OK 對 我把它炒一下這樣子 這個烏骨雞前次作業是簡單的汆燙去掉血水 對 汆燙以後把它洗一下 那我今天不要用這個油 我今天用的是麻油跟薑 麻油薑就 老師這個是你家常會備的麻油薑是不是 對 是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記得 如果你的薑草不夠焦的話 你就把它放冷凍庫 因為它也是會長霉 OK 那我個人習慣就是 不要把薑爆到那個燥回修這樣子 那我會在什麼時候會爆比較多呢 當你去菜市場看到那個豬仔薑 那個竹薑又黃又好吃又香 那我就會把它買回來 然後趕快把它爆起來 然後就分一包一包放冷凍庫 那如果我最近要煮的 我就用罐子裝這樣子 那因為它做三杯雞 三杯套餐都很好吃 所以就基本上來講 你這樣子就可以省掉很多時間 但是爆的過程就是不要大火 然後水分要把它爆到乾一點 才能夠保存 但是確實我們剛剛那個麻油薑下去 整個味道就超香 好像很久的 是 那因為我麻油不喜歡就是高溫去破壞它 其實這些就是堅果的油 其實都是一些好油 對 只是你會讓它變燥 是因為你的火力太大這樣子 對 這個就是紅麴醬 好 紅麴醬我就把它加一些紅麴醬 我們麻油漿煸香 然後同時煸這個五虎雞 然後佐亮的紅麴醬 所以今天的雞湯是帶一點紅麴的風味 是 早上起來你就把被子掀開來 然後走出來 突然間一個大聲音蹦一聲 然後叫的時候已經不清楚了 腦出血了 風怎樣的這個皮膚水腫 可能做一些熱骨的薑梅牙 吃完以後回來 它臉整個就紅起來 然後這個血管炎的狀況又開始發生 我們一般在家裡 你如果說我要煮一個麻油雞 那我想就是很多人就是會擔心說 我現在就是怕會營養過剩 那其實你就可以加一些紅麴醬下去 那我們這樣子的作法 你也可以今天我不用雞肉 我就直接用豬的五花肉 來煮也很好 好 我把它炒香了以後 這個醬香開始出來了 很香 對 好 這個是紹興酒 好 紹興酒放下來 是 然後這是大蒜 我是整顆大蒜 給它下去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個大蒜 很肥很大 對 這邊有一個就是長牙的 是綠色的 這就是台灣的大蒜 如果進口大蒜都會經過一個 照什麼光 然後它就不會長牙了 那我個人我比較喜歡 就是台灣的大蒜會長牙的這個 它的能量會比較高一點 好 這一邊你看我們 我們的這個蔬菜鍋底 喔 現在搶搶滾 對 是 那這裡面就是 我們等一下調味就很簡單 就是給它一個鹽巴就好了 然後那個紅麴也有一點風味 所以它就整個風味會濃郁下去 是 是 那我們就加鹽巴 我覺得這個在家裡 自己過寒流或者燕客都很豐盛 對 你就可以整個鍋放開 吃在買完的時候 再把它放回來放一些掛菜 好 那我就這個金針 我們酌量加 是 就酌量加 因為金針它也是熟的 其實它就是乾燥 那這種金針是沒有放二氧化瘤的 所以我們回家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吃 不然的話你買那個有二氧化瘤 你就必須要去汆燙 對 好 那這個因為它要煮 所以蛤蜊就把它排邊邊 我們蛤蜊也排上 然後這個煮它 煮它同時請教一下謝醫師 剛剛講到說 冬天這個身高的患者要養生 特別是很多血糖控制不好的 觀眾朋友 可能冬天的時候起伏就很大 像冬季一般對老年人來說 是比較危險的季節 尤其糖糖病患者 特別容易增加高血壓 跟糖尿病毒的併發症 所以一般而言呢 在冬季我的門診量 會增加三成到五成 像我一個患者 他大概是五十歲的 魚丸湯老闆 然後他平常有高血壓高血糖 在我門診拿藥 他過去以來都控制得不錯 可是一到冬天 尤其是寒流來襲 他就經常來找我報到 然後就說血壓飆高啊 血糖也控制不好 那細問之下發現說 他平常喜歡運動 他早上 夏天的時候 早上都喜歡爬山 是慢跑 可是到冬天天氣很冷 他就覺得不想動 寧可躲在被窩裡面 比較舒服 那第一個運動量就變少 那再來呢 因為他是做吃的嘛 所以他很愛進捕 他喜歡燒酒雞 還有麻油雞啊 然後薑母鴨 羊肉爐等等的 可是進捕是可以 但是他天天幾乎一個禮拜 有三到四到五天都在進步 所以吃的多動的少 當然他的血壓血糖會失控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冬天呢 能夠會刺激交感神經 然後會促進我們的 腎上腺素分泌 那同時會讓我們肌肉細胞 對葡萄糖的利用下降 然後促進肝臟肝糖的分解 導致血糖上升 而且冬季呢 對於糖尿病 他的血管跟神經有不良的影響 那血壓收縮 那血管收縮 血壓就會上升 然後血流速度變慢 血管就變得濃稠 就會增加許多心血管疾病 所以說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所以冬天的養生 真的是要特別注意 要注意這幾個 身體飲食運動清潔監測 第一個要注重保暖 就像前面提到的 冬季促進交感神經分泌 會讓血糖升高 那我們的血壓收縮的話 血管收縮血壓就上升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 尤其是糖內病患者 末梢循環障礙比較不好 到了冬季很容易有凍床發生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 睡前呢 他穿一些保暖寬鬆的襪子 可以讓腳比較溫暖 然後再者要預防跌倒跟阻險 避免傷口感染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飲食控制 是糖尿病的根本治道 那要合理的進步 我們要吃雞湯 可以用一些去皮的 或是輕蹲的 比較健康 那盡量避免一些高油脂的麻辣鍋 然後燒酒機 這類盡量避免 第三個規律的運動 以及適當的曬太陽 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但是注意哦 冬天的時候呢 早上溫度比較低 那有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患者要特別小心 我們那個最好的運動時間 是要在下午 因為有時候早上運動的時候是空腹 糖尿病患者要小心滴血糖 那下午太陽比較大 可以促進我們的血液循環 還可以增加維他命D的吸收 然後再注重清潔 皮膚跟口腔的清潔都很重要 因為冬季呢我們的呼吸道黏膜 跟皮膚的抵抗力都會降低 所以清潔很重要 預防感染 最後是監測 因為秋冬呢血糖的波動 會隨著溫度的高低而上升下降 所以要比平常更嚴謹的監測血糖 大概這幾個是我們需要注意的照護重點 那同一時間我們秋香老師 龐公公的五穀雞湯已經好了 對 剛才聽到我們在論語的時候 聽到啪啪啪 那個就是蛤蜊打開的味道 那個聲音 好 那我現在我加一點鹽巴 那因為我用手抓 就是要把它放在各個地方 因為我們有放蛤蜊 所以蛤蜊會有一個鹹味 對 所以不要過量 對 不要過量 那這個時候你看看 這個通通蛤蜊開的時候 就是熟了 然後最後我們就是撒上這個青蒜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我都溫暖起來 那其實這個保持溫暖 其實是在冬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有個病人 六七十歲的一個腎臟病的病人 那他腎臟功能也不是很差 就是三期四期之間抱來抱去 有一個冬天 他晚上 他有時候 他有起來上廁所 他知道 因為男生大概晚上都會起來上廁所 因為社會健肥大的問題 然後後來他早上的時候 他太太就會去廚房煮早餐 那就聽到那個臥室 他現在好像起來的聲音 就是走兩步 突然間一個大聲音 砰一聲 他說什麼事 就沒有人回答他 你知道嗎 就跑進臥室 他先倒下來 然後叫的時候已經不清楚了 那後來就趕快叫救護車 那後來暈到醫院來的時候 我們電腦站一看就是腦出血了 那可能是因為他那個房間 事實上沒有開冷氣 然後他蓋了很好的被子 然後早上起來 你就把被子掀開來 走出來 那這個溫差大 溫差就會太大你知道嗎 那溫差大真的會造成問題嗎 其實日本人做過一個研究 他說你房間 如果一直維持在比較冷的狀態 在清晨 溫度低十度 你血涯會增加八點二 那血涯八點二 可能對正常人 年輕人 小孩子都沒有感覺 可是你要曉得有些人 他的心臟處於邊緣狀態 你這個八點二的負擔 他就不一定撐得過去了 另外研究說你溫度 房間溫度降一度吸 促死的機會會增加五點六趴 這不是可以忽視的比例 對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很奇怪就是我們人 因為我們人等於從非洲發源出來 所以他對人的適應 雖然在努力中 可是對人的適應 其實是有問題的 你可以看到溫度 如果人一直處在低溫的環境裡面 你的selecting 所謂的選擇數的量會增加 那選擇數他不熟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會增加 在血液中 巡行的這些血液細胞 不管紅血液 白血液 血小板 它會黏在血管壁上 所以它會是造成你黏附的一個風險 那很有趣的是說 你在冷的環境中 連血液中的內毒素 他也會增加 那內毒素增加 就會影響到最 最後面這個東西 叫做血栓素 那血栓素顧名思義 他就是讓你的血小板活化起來 然後形成血栓 把血管堵住 然後造成死亡 所以為什麼在冷天的時候 如果長期待在很冷的環境 對你就非常不好 所以如果我們要維持一個人的健康跟安全 到底什麼溫度是最好的 因為你溫度開太高 其實也不見得有利 你溫度太高很耗冷 那第二個問題是溫度開太高 你跟戶外的溫度溫差更大 你要不要出門 你不可能整天都在室內宅在室內 那在這個研究裡面發現 如果有肺病的人 他最好冬天的室內溫度最好維持在二十一度系 那如果是心血管疾病的人 維持在十八度系 那算至於說 如果健康成年人來講 其實十八度到二十度都可以接受 這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前幾天看那個新聞 有人在報說 他請那個什麼冷氣達人 就是要講說 這個電暖器要開到幾度 那他是純粹站在節能的觀點 他說你要比外溫加五度 可是你從這個研究你就知道可能不適當 因為外溫冬天我們可以輪到八度 那加五度十三度 跟這個十八度還有很大的距離 那對於這個六十五歲以上的這個慢性人 在這個研究裡面也認為 最好能維持在十八度以上 可能會比較適當 那嬰兒房可以溫度稍微低一點點 可以到十六度以上就可以了 不過的確是說 在很低溫的嬰兒房裡面 小孩子的時候嬰兒猝死症也會增加 真的 對 所以控制溫度室內溫度 其實是人民的一個必需的 而且是健康上的有利的事情 真的 那我請教小軒醫生 這個冬天是各式各樣養生進補的季節 不過進補也要看體質 那其實呢 不是什麼樣的體質 他都進補都是適合的 像我們正有一個紅斑性狼瘡的患者 那他呢很有趣 是他來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講說他月經前 身體呢 他身體會有一些發燒的症狀 一些疲倦無力 然後會有關節痛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他都會身體會有一個腫起來的 皮膚都會腫起來的症狀 然後會痛 過面疾他就變瘀青 那這個呢叫做 就是風疹樣這個血管炎 就是說他會像那個風疹樣的 這個皮膚水腫 所以呢 他其實呢 我就跟他說 你是不能做一些熱捕的這種動作 因為他這個皮膚水腫 不像我們講的風疹 一般的風疹是像群麻疹 通常這個24小時內會消失 可是他這種的 那個風疹樣的血管炎 他會持續24到72小時 所以這個我就跟他講說 你千萬不能進步 就吃一些燥熱 結果因為最近一冷 他最近身體狀況比較穩定的 他就很高興的跟老公去吃了 這個麻油 那個薑母牙 吃完以後回來 馬上沒多久 他臉整個就紅起來 然後這個血管炎的狀況又開始發生 所以其實怎麼樣體質 我們要怎麼樣進步 其實很重要 那一般呢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冬天要進步 譬如說我可能有一些慢性病 我想說我要保養 養生 那我認為我這個冬天好過一點 但是這個還是要注意 譬如說如果你今天是有些高血壓的患者 有時候呢 其實高黎生在研究上 或許對心血管有時候是有幫助 但是我們一定要建議說 你用高黎生進步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劑量拿 你最好跟你的醫師討論過 所以不是說一直一昧的進步 對這個就是好的 有時候你過量的話 可能也會讓你血壓造成不穩的狀況 那像糖尿病呢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燉湯 或是進補的時候 有時候你為了那個湯頭的甜度 你可能會加一些東西 譬如說像桂圓 如果你放太多的話 也容易造成這個血糖的控制的問題 所以這也要小心 那另外一種心臟病患者 他們其實在冬天 容易有時候會比較兇悶疲倦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進補的話 也不要吃一些太溫補的東西 因為太溫補一下身體適應不良 你的心肌或兇悶的狀況 也有可能會加重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痛風患者 痛風患者 他們其實在冬天是蠻辛苦 想要吃補的時候 只能看著別人吃 因為你有時候 你在進補的時候 你這個湯通常是熬很久的 然後甚至有時候 大家開心的話 還會搭配個啤酒 那這種情況下 可能就會造成你這個痛風發作 所以這個時候裡面的食草 我們盡量要避免像動物內臟 海鮮這種 或者是發芽的豆類香菇 所以你可以選一些低普林的食物 譬如說像蛋類啊 或者是海參 這種比較不會有風險的東西 或是白菜高麗菜 那最重要是有免疫疾病 這種自體免疫抗靜的人 你可能就是在補的話 有些燥熱 像我們剛剛這個患者 同胖性狼腸 或是容易有些上火的東西 你可能要盡量小心 可能要選擇一些量補 或平補的食物會比較適合 那林醫師也要分享 這個你們臨床上 有的時候也會遇到 平常並沒有高血壓 可是突然發生腦中風的案例 因為我在臨床上 也看到很多 其實真的有高血壓患者 其實病人並不自知 就是隱藏式高血壓 最主要是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說 在門診 那兩種血壓都很正常 在家裡他就很高 那第二種就是 夜間的血壓會比較高 那本身就是有一些 心腦血管的疾病 都是跟這個隱藏式高血壓 是有相關性的 那本身最近有一個七十多歲的婆婆 她沒有任何的症狀 她沒有任何的疾病 那有一天她突然覺得 突然下身無力 就是她下半身都沒有力氣 很倦怠 那就來急診 那急診的時候 去幫她做很多檢查 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發現說 那心肌酵素 怎麼有一點偏高 就是五百多 所以我在門診當中 我就看了這個病人之後 我就有注意到 他是不是有這個高血壓的問題 會導致有沒有一些 神經血壓的問題 當然我們在住院當中 我們有幫她做一些心臟的檢查 也發現說 青刀碗發現 她左肩膏是百分之八十的 其他載 所以我放了支架 就OK的 可是在住院當中 其實我們在這個住院當中 我們會幫她量血壓 就是我們都會一個 一天至少量四次 所以發現說 晚上血壓都特別高 一百五一百七 早上都是一百一一百二 所以這時候 我就會懷疑 她是不是隱藏式的高血壓 所以後來我就幫她做了一些檢查 發現她真的是腦中風 那其實她是有高血壓的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血壓其實一年四季都不一樣 但是一天當中其實也都不一樣 白天跟晚上也是不一樣 因為白天的時候 我們人是醒覺的 我需要工作 需要活力 這時候我們教訓人興奮 這時候我血壓會上升 到晚上的時候 我們那休息 代謝變慢的時候 血壓慢慢降下來 可是有些人剛好是相反 他就是晚上的時候 血壓高起來 白天是正常的 那這種就是常常會被忽略掉 因為你量血大部分人都會白天量 不會晚上量 甚至你半夜有的半夜血壓高 你不會半夜起床 就會量血壓 所以這種夜間的高血壓的話 基本上是隱藏式高血壓 常常會在夜間的時候 容易發生心腦血管的事件 所以在晚上或是清晨的時候 容易中風跟心肌梗塞 因為那血壓突然高起來 對 所以你常常看到有些患者跟你講說 我半夜就睡不著 就心肌很厲害 然後起來就頭很痛 然後頭很暈 那這種可能是不是要懷疑 是不是有夜間高血壓 那這種夜間高血壓 有可能是隱藏式高血壓 有可能會造成中風的機率上升 那接下來我們龍師傅 也要分享一個山高患者 可以吃的好料理 今天要做苦瓜鮭魚燒 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苦瓜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苦瓜的味道蠻苦的 但是要讓它乾的重點 跟大家來講一下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是一般的苦瓜 那師傅把它 你還是有去脂 去脂 對 然後切成塊狀 那一般很多人都是苦瓜 他以為像小紅瓜一樣 或泡菜一樣 會用那個鹽巴 對 去脫它的水 其實這樣它會更苦 蛤 對 這樣是更苦 其實很簡單 我們要把苦瓜 去除它的苦味 你就是燒一鍋這個熱水 然後呢 在家裡你就是用一個 非常簡單可以拿得到 就是糖 對 熱水 然後加糖 加糖就可以了 對 那 因為很多人就對這個觀念 想說苦瓜很苦 但其實它苦進甘來 會回甘 那千萬不要放鹽巴 也不要放什麼白醋 就是用加糖進去就可以了 好 一鍋水 大概加一匙糖 對 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把這個苦瓜整個放進來 欸 這樣子汆燙啊 對 要汆燙 這個要汆燙 一定要汆燙 讓這個糖的那個滲透鴨 穿過這個苦瓜 它裡面就會 會帶一個甘甜的味道在裡面 喔 那要汆燙多久 這個大概要給它 大概差不多三分鐘的時間 然後起來再做一個動作 那我這裡呢 就是今天搭配的是 這個鮭魚肉 一般大家都是搭配雞肉啊 或者是說一些其他的動物性的油脂 那這邊用鮭魚的油脂 來跟苦瓜做一個結合 好 我們樂鍋樂油 我們的鮭魚切塊 現在要這一個煎之前 沾一點粉 沾一點麵粉 保持它的一個形狀的一個完整 對 那像現在大家喜歡 這個天氣人會喜歡吃個什麼鳳梨苦瓜雞啊 就是裡面有一些動物性的油脂 可以讓苦瓜的味道更好 那我們今天沒有要做湯品 就是要做一個用燒的這個菜色 所以用這個鮭魚來來做一個這個示範 好 我們樂鍋樂油之後 我們來煎鮭魚 對 然後我們今天搭配的這一個配料 還有黑木耳 然後玉米 那今天的調味其實有豆豉 對 豆豉 然後就是說不要太複雜的一些味道在裡面 那苦瓜其實它已經稍微有一點變透明狀了 這時候要來做一個撈的動作 大概兩三分鐘 兩三分鐘 它可能就已經有七八分熟了 對 但是它還不會軟 因為一般如果你苦瓜要軟的話 要切成那個片狀 對 可是片狀的話 其實吃起來口感並沒有那麼好 那我就是切成這個大概小方塊的狀態 那這邊有一個重點很重要 就是讓它變得比較翠綠 而且它的味道會去除苦味 就是要放在這個冷水裡面 所以讓它熱脹冷縮 對 就是放一冷然後一熱 然後把順便它的一些苦味把它去除掉 這個其實我們有的時候苦瓜做夏天的沙拉 也會冰鎮一下降低它的苦味 對 但是一般都是直接去冰鎮 但是還是有苦味在裡面 所以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過完水 然後熱水 然後冷水 然後這個裡面要加糖 它味道就是不會那麼的苦 然後我再給它一些其他的油脂的味道進去 苦瓜就會變得甘甜好吃了 好 請就糖 再走出去 要走回來在路上突然間就胸痛 趕快把它帶走 就後來的確是心機感症 臉部有些青春痘 然後臉很圓 肩頸後背這個地方有脂肪沉積 就是我們說的水牛肩 懷疑說它這是不是應該有其他內分泌的問題 核子共振 就發現腦下垂體有腫瘤 那我這裡的鮭魚就稍微定型之後 就給它稍微翻面 好 對 我們鮭魚讓它煎定型 那其實這一個是骰子大小 對 所以其實也很適合老人小孩入口 對 稍微給它翻面之後 旁邊的這個位置 我就來開始炒一下這些調味品 好 我們要爆香一下 再一點的油 旁邊這裡再一點的油下來 好 那這個爆香很簡單 爆香的話這邊就是用一個豆豉 豆豉把它的那個鹹味 先爆豆豉 對 這個豆豉 這個是乾豆豉 乾豆豉 對 因為它沒有泡過水 所以要用這個油去把它炒香 然後叫這個新香料 對 蒜末還有這個辣椒 對 辣椒的香氣 因為我們有時候常在吃苦瓜料理 它需要一些新香料的味道去把它整個帶出來 好 對 對 油 現在豆豉跟那個蒜末其實是很香 這炒香開始有那個中菜的炒香 對 然後鮭魚 因為鮭魚本身它 也有油脂 有油脂 對 所以你可以稍微把它推開 對 推開 而且你看這鮭魚 它因為有用這個麵粉去沾過 所以在炒的時候 它就整個形狀都是非常的完整 好 現在的香味很像那個快炒店 快炒店常常有這個蒜香 豆豉香 這時候苦瓜就放進來了 好 我們泡過冷水的苦瓜 維持它的翠綠脆口 然後這個時候可以把它取出來入鍋 這個是米酒 加點米酒 把那個味道 海鮮的味道 把它做一個融合 對 那苦瓜它在裡面會吸收 然後這個一些味道 醬汁的味道 對 然後有這個魚的鮮味在裡面 然後我這裡最後會加一些許的醬油 好 酒量的醬油 對 因為海鮮還是要點醬油 把它味道把它帶出來 對 好 好 稍微要拌一拌 好 最後再加點健康的玉米粒 讓它整個味道更融合 吃苦的同時也要吃一點甜 對 好 所以這個苦甜來平衡一下 對 然後這道呢 就大概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苦瓜本來就是一個 坦白講很討人鹹的食物 而且小孩子都幾乎都不吃 可是把豆子跟苦瓜配在一起 這真的是非常對味 是絕配 那另外一部分我覺得 這一道菜基本上是 可以造福常在病人 因為苦瓜裡面的苦瓜生態 可以降血糖 魚的熱量只有豬牛羊的一半熱量 魚牛也是好的 對 所以你整晚吃到飽 其實熱量很有限 可是營養又足夠 所以像冬天就很適合拿這個東西來進補 那不過坦白講 講到冬天的保暖的問題 像我自己的朋友就曾經發生過一件可怕的事情 他自己也是醫生 然後他在美國北方的大城開業 然後也在醫學院裡面兼課 那有一次冬天他們就是華人辦活動 那就是類似要過旺年會這樣 那就進去裡面 然後他進去裡面都已經 久悍而樂突然發現 哎呀他有個禮物要給某某人的 忘記帶 那你知道嗎 他們美國進那種餐廳之後 因為冷嘛 所以他就有外套的 一套衣帽間 那個就要給人家小費 然後就把衣帽給人家 那他那時候要去拿禮物 他就想說哎呀 那又去拿衣服 到時候回來又要花小費 就算了 就是反正很短嘛 就是停車場 走出去 那走出去 然後拿了禮物 要走回來在路上 突然就胸痛 然後進了餐廳之後 就趕快叫他太太 然後後來就叫奈萬萬 然後趕快來把他帶走 結果後來的確是心肌梗塞 他為了省那個 省小費付大錢 在美國醫療費用 其實是很貴的 是很恐怖的 而且他急診急救 是很恐怖的費用 冷的天氣 你要注意 你這個所謂的 容易散熱的部分 你要把它保不住 這什麼地方容易散熱你知道嗎 頭啦 所以要戴帽子 對 肉羊 六羊魁手 你知道嗎 頭的血液供應很高 所以他就很容易 因為這樣而散熱 然後呢 什麼地方 腳還有手 枝端本身很容易 因為沒有被遮蓋 很容易善失熱量 枝端溫度低的時候 其實會增加 進一步增加你的血壓 讓你的心臟承受更大的壓力 另外一部分是頸子 頸子這個通常也都是裸露部位 對 所以為什麼有很多人戴個圍巾 我覺得這個是有必要的 那大家容易忽視的是 都穿好衣服 可是肚子 你不要穿太少 肚子有時候腸胃道的功能 都會受到影響 因為我們的腸胃蠕動 他也需要有適當的溫度 他才能好好的正常的蠕動 對 那你不然溫度太低 他整個就跟你停擺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保暖還有計較這個時間 什麼時間會產生溫差 就是你需要保暖的時候 尤其是很注意 老人家要注意的是起床的時候 被窩通常很暖和 老人家通常會很心急 暖氣都關掉 對 那所以你一起床 那個溫差 可能比到室外的溫差更大 所以你最好是一起床的時候 你可能要披衣服 甚至戴帽子 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可以喝一杯溫水 那溫度跟你的外面比較接近 可是不要一下掉太多 那出門的時候當然要注意 出門的時候 有很多人在冬天的雪國裡面 常常一出門就心肌梗塞 就因為溫差太大 所以出門當然要注意保暖 另外比較容易被忽視的是 進室內的時候 進室內的時候 其實會溫度突然間拉高 所以大家的習慣應該是說 你要進室內室外走動的時候 你要在門口停一下 讓溫度有一個反衝的餘地 不要一下衝到 溫度差很大的地方去 免得產生心血管的意外 真的 而且謝醫師也要提醒 觀眾朋友 這個溫度固然影響血壓 有些人也要特別注意 內分泌也有可能影響 一般血壓高 我們要注意是不是真的就只是單單高血壓 還是其實是我們身體裡邊有其他內科的問題 才導致這個高血壓 我來講一個我的患者好了 她是一個40歲的女性 然後她這半年來 體重增加了10多公斤 然後被診斷高血壓 除此之外 她過去一向準時的月經 突然就不來了 然後也最近都很不規則 她就進來求診 那她進來的時候我就發現她的特徵很特別 先看她 她是中心肥胖 然後四肢臭臭的 胖肚子這樣子 胖中廣 對對胖中廣 然後臉部有一些青春痘 然後臉很圓 跟月亮一樣 那肩頸後背這個地方有脂肪沉積 就是我們說的水牛肩 然後我看她的那個肚子啊 都有一些紫斑 跟一些妊程 就懷疑說 她這是不是應該有其他內分泌的問題 就幫她抽了血 後來發現是促腎上腺 皮質激素上升 哦 這是什麼 我就警覺到 我把她轉介到大醫院 去做腦部的核磁共振 就發現腦下垂體有腫瘤 哦 所幸她是良性的 然後她就診斷是酷腥是病 所以她經過手術切除之後呢 她之後就很順利的血壓 就慢慢慢慢的恢復正常 體重也回到原本正常的體重了 所以她的血壓跟體重的失控是 內分泌的疾病 對血壓只是一個症狀 其中一個症狀 體重也是一個症狀 對對對 因為我們高血壓 其實有分原發性跟次發性 原發性的應該是說 跟先天的那個基因跟環境 然後隨著年紀增長 血管老化 然後血壓就會上升 一般是可以控制 不能完全治癒 那但是如果是次發性的高血壓 它是源在於其他我們內身體的內科疾病 所導致的 這是一個結果 那耗發於年輕人 那通常這種患者 都用三種以上的血壓藥 還沒有辦法控制好血壓 但是這樣的那個高血壓呢 你只要找到原本的問題 把它根除了 治療好了 血壓是有機會回歸正常的 那我們來看還有哪一些呢 是因為內分泌疾病導致高血壓的 那其中這三樣就是內分泌性的高血壓 第一個是原發性全固酮增多症 它是因為我們腎上腺皮脂 增生跟腫瘤導致的 它使全固酮分泌增加 然後會讓水分跟鈉滋留 導致高血壓 那症狀就是多尿啊 低血甲 肌肉無力 那治療一樣也是手術切除病灶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 酷心症候群 就是月亮臉啊水牛肩啊中心肥胖這些 它也是分泌皮脂唇增加 所以導致血壓高 治療一樣也是把病灶切除 第三個是個細胞瘤 它是我們腎上腺水質分泌大量的耳察分安 導致血壓上升 那症狀除了高血壓就是心悸啊 然後臉色蒼白 還有多汗這些 所以高血壓一定要去看醫生 不是只是自己去買個藥啊 治療就好 因為要找原因 很多原因不是你吃藥就可以控制 控制下來了 是身體有其他的問題 嗯 真的 那我請教小軒醫師 中醫事實上養生是有分季節的一年四季 特別是冬天養生喔 中醫認為最重要的是養肾 其實養生啊 我們講說要硬結器 那因為冬天呢 它是屬於腎的季節 我們講說它是屬於黑色 色黑入腎的這個季節 所以這個時候的你的調養 你可以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來做硬景 那一般的調理上呢 我們在冬天 因為我們為什麼講腎很重要 是因為腎它是我們先天之本 然後它是我們生命之根 我們五臟的各個運作呢 都以腎為基準 所以很多到了一定年齡 譬如說可能中年以後 他的這個慢性病 他如果控制的不好 有時候都跟他的腎氣有關 那我們這裡面遇過一個五十五歲的先生 那他呢其實有高血脂的問題 然後他同時也有高血糖的問題 可是因為他的工作呢 常常都需要應酬 不是說他沒有按食服藥 而是因為他應酬的很多 有時候是很難 然後又要加上要喝酒 所以他的這個末梢呢 他的皮膚都這樣黑黑的 然後所以他血糖就常常會有這個波動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調理呢 我們就是會用養肾的 像我們就用八位地環丸 這樣子的藥材去幫他做調理 所以其實我們講說冬天 是色黑這種季節的話 我們在調理上呢 就是說可以多吃一些這種 像黑棗 燉燙的時候可以加一些黑棗 這樣的食物來做調理 我們冬天呢 其實我很重視這個心血管的養護 不管是門診裡面誰 我們一定很重視循環這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幫大家 配了一個三高養護茶 那裡面呢我選了幾個藥材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食湖 食湖呢 它本身呢它有固味以外 同時呢它有很好的調節血糖的作用 裡面我們又搭配枸杞 其實我們在藥膳裡面 如果你想要有一點甜味呢 你很適合用枸杞 因為枸杞在藥理的研究上 它是可以穩定血糖的 所以它可以調整你的味道以外 同時也不用擔心你的血糖控制不穩 那這個是血糖的部分 另外呢針對血壓的部分 我們裡面放了添麻 添麻其實是很 它是比較高貴的藥材 對於一些心血管的養護血壓高 還有甚至是我們像一些長輩想說 要顧腦都會知道要用添麻這位藥材 那另外一個最重要就是單身 單身的話呢 它本身是都有清血脂的效果 所以這個藥材呢 裡面我們就是食湖用三千 那單身跟添麻各兩千 枸杞也兩千 那你用1000到1500cc的水 跟這個藥一起煮棍以後 轉消火煮40分鐘 就可以飲用來做保養 那如果有山缸的患者 一天可以喝多少的量的養生的茶飲呢 其實就是用同一份藥材 你可以回煮沒關係 假設你今天的喝水量 因為你煮完可能 假設1000CC你可能剩800CC 那你其實一天 你可以到1500都沒有關係 好 謝謝小萱醫生的分享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賣取台 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跟Telegram的官方帳號首頁 那我們的影片也會上傳 YouTube官方頻道 歡迎觀眾朋友 直接按訂閱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謝謝 拜拜 拜拜